簡直是真空 時間表有著一般沒有老師上課 他就儲取其他老師代課 剩下十幾個 和合班上課 解決老師不足的情況 嚴重之章兒童學校大埔康至重領第二校 除了爆出懷疑若疑事件外 教師人手亦不夠 有人指控是校內人事混亂 有人針對老師造成 香港01獲得一份今個學期初的時間表 每日有接近二十節課堂沒有人教 需要合班上課或由有空堂的老師代課 重領二校上學年有大約二十位老師 大學期結束後七人離職 至今還有至少八個教職空缺 人手不足以應付本來的課堂 教育局有規範特殊學校每班的人數 有人曾向教育局投訴學校合班上課 事後學校取消安排 但老師仍要代課填補空缺 有教職員認為 學校高層的管理、平核方式 導致流失越來越嚴重 人家明明是有做活動 明明是有維持學生的秩序 他就夠膽寫在裡面寫說沒有 其實這件事是有同事向校長投訴過的 校長亦都說會跟進 但是跟進些甚麼呢 沒有人知道 已經離職的C說 商學期被官貨所得到的分數不太差 但後來大部分評鑑項目 都只是獲得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 我就問非常不同意去到不同意 這個中間的評分標準是怎樣 我現在是非常不同意 我怎樣才能令到我非常不同意去到不同意 他是沒有辦法解釋給我聽的 我亦都問了校長 我問了三次 每一次的理由都是投訴 現在沒有空了 我不會回答你這些問題 等不閒再談 不過我覺得 是否搞事 因為 說真的 這些是很重要的 他說有其他老師也遭遇相似經歷 而深淡離職 另一位已經離職的B說 學生的輪椅放上巴士之後 需要鎖好 曾經見過有人故意解開已經鎖好的輪椅 我鎖好輪椅一樣被人拆開扣 被人整股 還有我上課的時候 我在我的班上課 學生都會被人激怒 是故意被人激怒 還有在我需要有人協助的時候 人家就不幫我 香港01曾揭發 2017年從領兒校宿舍一名八歲學童 被餵食的時候啃喉 腦幹死亡 那些不好的TA 教導你 他就會誤提你 看著你分錯 然後餵錯東西給人吃 但其實很危險 康治會10月發聲明 除了懷疑若疑事件之外 令明投訴中提到 有關學校行政管理和教學指控等等的問題 都會由法團校董會成立的調查小組調查 香港01曾經就學校人事問題的指控 向康治會查詢 匯豐說現階段不評論